你问我画画为什么费钱 请 之前答应大家要给大家拍一下我的常用话剧 还有工作室的一个介绍吧 种草视频 它来了 这边是比比比目鱼的地方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画画做视频的地方 这里呢随手摆着一些书 耳机 大手办 麦克风 显示器 键盘 鼠标 音箱 人体工学椅 这边就是我平时的画桌了 对不对 这里摆了一个显示器 可以去直播的时候看到这个录像 以及大家的弹幕 然后这个摄像机呢 就是把画面通过HTMI传递到电脑上 对不对 护眼台灯 对不对 非常推荐大家去买护眼台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护眼台灯啊 你长时间画画的时候 它很舒服 你不至于眼睛很累 这边呢 是我的一些管彩 是疯鸟的管彩 这个是口红架 然后我买了三个三个口红架 就可以正好插进去这个管彩 然后这边呢 还可以插一些笔啊什么的 对不对 这边是我的一些颜料 给大家介绍一下 荷尔拜因小红荷 梅兰蜂鸟36色 都是我常用的一些颜料 这个 也是 史明克 但这个是 学院级的 对不对 这个是学院级的 然后这个是艺术家级的 最后啊 还得提一嘴啊 我刚开始画水彩的时候 用的这个白叶24色 艺术家级 性价比巨高 一声推 一声推 你看这抽起第一层呢 就是 本子 纸 这个是 管彩用的一个调色盒 对不对 这是管彩用的一个小调色盘 你看打开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里呢 是一个陶瓷的调色盘 还有一些别的颜料 比如说 这是一盒还没有开封的 梅兰蜂鸟36色 还有一盒史明克 这个 珠光水彩 吉祥盐采的一个八色珠光呢 是彩色墨水 对不对 彩色墨水 很多颜色 这些 就差不多是我常用的颜料了 对不对 这些就差不多是我常用的颜料了 画笔呢 都在这个笔筒里 对不对 我常用画笔都在这个笔筒里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 首先这个 我非常推荐啊 滑红的 这个滑红的这个松鼠毛笔 它是真的松鼠毛笔 而且它很便宜 这普林斯顿 对不对 普林斯顿这个牌子呢 呃 便宜 对不对 它特别便宜 然后是 呃 仿动无毛的 它特别便宜 也挺耐用的 它最主要是 便宜 你们肯定 或多或少都见过啊 这个叫做 红胖子 对不对 这只叫红胖子 不大色用的 大家就这两只 这两只都是黑天鹅 对不对 黑天鹅 这一只是用来抠细节用的啊 是一个八号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用来刷背景用的 是一只一号的国画笔 对不对 都是这个水字弦的 这只叫做水字弦如衣 是用来勾线的处理细节的 这只叫做水字弦 纣上好像是叫做纣上 是用来铺色的 这个也是普林斯顿的一个勾线笔 这是二号 辅助用的笔 对不对 这辅助用的笔有很多啊 但是没有什么好介绍的啊 这个扭胆汁 对不对 这个扭胆汁 这个扭胆汁 是可以增加这个水的流动性的 风笔胶 这个风笔胶呢 就是当你的笔长期不用的时候 可以滴上一点这个让保护这个笔头 避免这个笔尖的这个毛啊散开 这个是史明克的金粉 哇 这个就是当你画画画到一半的时候 在颜色半干不干的时候 你把这个金粉撒进颜色里 对不对 就可以去画出一种金光闪闪的效果 金色颜料 这应该是金色水粉 看这个就是颜料性质的 银的 是金色的墨水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一个用法啊 下面这些呢都是有覆盖性的颜料 对不对 这个是留白胶啊 这个留白胶可以给画面留白的 需要一些高光需要一些覆盖的颜色 就可以用这些颜料去给它盖住 对不对 比如说丙烯马克笔 对不对 这丙烯马克笔呢 它就是有覆盖性的这种油性笔 这个叫做水彩纸修复液 当你水彩纸脱胶了之后 你只需要涂上这个 就可以修复你的水彩纸 桌面吸尘器9块9 安上电池打开它 就可以把你桌面上的橡皮屑一扫而空 转笔刀电动转笔刀 然后还有一些小鸭笔呀 小青蛙笔呀 这个是0.5的0.3的 吃得楼的自动笔 对不对 然后这一支是 这一支是无印良品的低重心 然后这一支 你们可能没太见过啊 这一支就是2.0的自动笔 它出来的笔头啊 它出来笔头是粗的 像铅笔一样的笔头 然后在这个后面呢 还有一个小削笔器 这个笔头的笔尖的这个小铅线 在这里可以削尖 这个起草的时候特别好用 橡皮 这可塑橡皮啊 就是橡皮泥 我推荐大家画水彩的话 一定要人手一块 因为用这橡皮泥的话 当你线条不是很干净的时候 或者说当你要准备上色的时候 用这橡皮泥稍微擦一下画面 稍微蘸一下画面 就是按一下画面 把这个铅笔的浓度降低 这样你再去上色的时候 就不至于让铅笔搞晕开 这个是宜家的啊 这架子非常非常便宜 几十块钱一个 正好用来放画 你可以看到啊 放画非常的方便 你看正好放画 平时扫描用的扫描仪 然后下面呢 还有吹风机 对不对 还有吹风机 一些丙烯颜料 环保丙烯颜料 你们应该都记着我之前做了个视频 给女儿画城堡 对不对 就是用的这些丙烯颜料 是一个补光灯 平时直播啊 做视频的时候都会用这个补光 美丽兰蜂鸟的 木盒套装 这里呢摆了一些我的画 这边一个小冰箱 对不对 小冰箱里面啥也没有 然后有几个冰瓣 下面饮料呢 全都被我喝完了 很多年前一个非常可爱的 学服装的一个小伙伴 对不对 按照我视频里常画的那套水手服 给我定制了一套 就是他自己手工做的 但是寄过来之后我才发现这个东西特别小 根本没有人能穿上 对不对 然后我就一直收藏到现在 收藏了也得有五六年了吧 神秘的锄打开之后 好家伙 宝藏全在里面 这里就是我囤的一些纸 孟法尔啊 传承啊 这底下还有阿诗 对不对 你看这花纹 这就是阿诗 这不是重点啊 上面这些纸也就加起来 几百块钱 重点在这 看到了吗 什么叫囤 三四五六 全是阿诗的纸 对不对 这一张能裁成 呃 七八八九 十多张的这个小纸 根本用不完 对不对 根本用不完 前几年涨价之前囤的 然后现在呢 都放的有点脱胶了 我都想把这一打纸抽奖给送了 小熊绅士联名款 对不对 小熊绅士联名款 新款的这个巴比松 但是这个新款的巴比松 它改进了 对不对 指纹也变了 啊 这个本子就小一点 孟法尔是木浆纸 这个木浆纸的这个孟法尔 你画上什么颜色 它都会有一个非常透的透明感 以及一个比较比较重的水痕 对不对 如果你不喜欢水痕的话 千万不要用孟法尔 推荐一个国产纸 这个啊 国产荣光 对不对 国产荣光 中国保定华容保红牌 全棉水彩本 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个效果 用阿诗的纸画的 然后这幅画用的是 传承的纸画的 可以看到啊 这个颜色就比较细腻 然后这个就是用这个巴比松画的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啊 稍微有一些水痕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用孟法尔画的 可以看到颜色就透很多 但是呢 这个水痕 包括这个颜色透明感 就要强了一些 对不对 然后这个呢 就是那个国产的 保红水彩纸画的 对不对 这个反正就是也不差 摆在一起的话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对比效果 然后这个是一个手工定制的本子 就是说 你可以去选你喜欢的纸 你喜欢刻薯 然后你喜欢的封面 然后他们就有专门的人去帮你扎这么一个本子啊 然后质量还是挺好的 这个价格呢 也不是很高 对不对 然后这个呢 就是一个 哎 这个封面非常漂亮啊 一个雷射 一个雷射封面的这么一个小的侧子 对不对 这个侧子呢 就和旁边这个小本子是一个用法 就是在我画画的时候 比如说我调完颜色 然后我不太确定这个颜色对不对 我就会在这些小册子小本子上去画上两笔 试试色对不对 看条的颜色对不对 然后或者说看一下这样搭配起来的颜色好不好看 角落里呢 还有这样一个物价 不便携的便携画桌 底下有轮可以当旅行箱一样拖着走 然后展开之后呢 就是这样一个画桌 然后抽屉里呢 可以放颜料啊 调色盘啊 什么的 上面可以夹上这个画画用的本子 但是它是石木的 三四十斤尘呀 根本不想带出去啊 这些呢 就是这次小小的种草视频了 把我的这些所有家当 摆在一起 看看究竟能有多少 对不对 平时都是放在各种抽屉柜子里 真的摆在一起了 摆了一下午 真没想到能有这么多 你们呢 还想看什么 或者想看哪样工具的详细使用视频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东西太多了 拍的有点糙 大家多多包涵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